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成为了不满和愤怒的源头 在中国的一百多个城市当中 几十万的业主们正在联合起来 拒绝为没有完工的房子来还贷 在这个即时很小的抗疫 也会被政府平息的国家 这已经成为一种最大规模的公然反抗之一 文章说停还房贷是中国经济恶化的后果之一 为了遏制新冠病毒采取的封控措施和旅行限制 以及对政府信心的动摇 已经导致中国经济放缓 使其步入了几十年以来增长速度最慢的阶段 中国的工厂向世界销售的产品正在减少 中国国内的消费者的开支也在减少 中国政府星期一的时候公布的青年人失业率 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而特别脆弱的行业房地产行业的麻烦 正在让这些财务的挫折再加重 文章表示中国中部省份湖南省的业主们 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给当地的官员的一封信当中写道 生活无比艰难 已经无法承受每个月的按揭月供 如果都活不下去 他们只能够铤而走险 走向断供的道路 饭都吃不上了 还在乎征信吗 集体停贷已经搅乱了房地产市场 该行业正面临着几十年房地产泡沫的后果 这也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估计他会在今年晚些时候 依上中国社会继续繁荣稳定的信息 轻松的获得中共领导人的第三个任期 文章说到目前为止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的减少停还房贷所引发的关注 在最初一批停还房贷通知 在社群媒体上快速的传播之后 政府的互联网审查者们开始采取了行动 但停还房贷的影响已经开始蔓延 据在线的储存库GitHub上 我们需要首页的话题下面 大众提供的中国全国各省市的停贷通知汇总 已经开始或者威胁要开始集体停还房贷的楼盘 已经达到了326处 根据澳新银行的研究中心估计 集体停还房贷可能会影响银行资产负债表上 约合2220亿美元的按揭贷款 或约占尚未偿还的按揭贷款的4% 一旦集体停还房贷导致的任何矛盾扩大势头 都会加剧中共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问题 文章表示中国河南的一家村镇银行 冻结了储户提款之后 引发了储户与治安人员之间的暴力冲突 而最近的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 青年人失业率上升到了20% 作为最大的就业提供者的中国中小企业 在新冠病毒封控措施的无休者威胁下 已经难以为继 中国公务院的总理李克强 星期二视察南方的科技中心城市深圳的时候 要求当地的官员增强紧迫感 巩固经济恢复基础 但是房地产行业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 根据一些估计 房地产推动了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经济活动 同时房产在家庭财富当中的占比约为70% 使其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最重要的投资 2020年为了解决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担忧 中国开始打击开发商的过度借贷 此举让许多依靠轻而易举获得的贷款 来维持建设项目的公司出现了现金断流的问题 随着财务压力的增加 恒大和其他的大房地产开发商陷入了违约 影响已经波及到了整个行业 上个月的时候几百家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服务和供应的公司 如建筑公司和景观设计事务所 向政府有关部门发出了一份停贷停工告知书 称他们面临生存危机 因为开发商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向他们支付欠款了 文章说中国中部城市郑州 一个已经部分建成的楼盘的业主将自己比作骆驼翔子 被腐败和欺骗阻挠了梦想的实现 盖小区的业主们在上个月发给银行和政府官员的通知书当中写道 如果开发商不完成建设 他们千万个翔子要丢掉那些架锁 让抢他们钱砸他们车的人知道 翔子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 全体业主将于2022年的8月30号开始强制停贷 郑州的地方政府表示将设立地产纾困基金 为陷入困境的开发商提供资金 而上个月的时候 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中共的政治局表示 地方政府应该确保没有建成的楼盘完成交楼 但是北京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表示 据宽房贷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是几十年以来一直膨胀的中国房地产泡沫出现破裂的表现 他表示即使中国当局为开发商提供足够的资金 基本的问题仍然是房子的估值过高 他表示 房地产价格不合理的飙升创造了所有这些虚假的财富 而目前这些解决方案只是暂时的 只能够试着让事情在短期之内变得不那么糟糕 他认为他们最终不会成功 文章表示 多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从来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 获得信贷很容易 而大约90%的新房都是预售的 买主会在房子建成之前支付首付 并且按月来支付按揭的贷款 这种做法为开发商提供了不停盖楼所需要的资金 而直到最近之前 业主们对这种做法也没有抱怨 因为人们对中国房地产价值的预期是 它会延续几十年以来的上涨的趋势 文章表示 今时不同往日 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的数据 中国排名前100名的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额 在2022年的上半年下降了50% 而另外来自路透社的信息说 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的恶化 中国的银行业监督机构正在审查一些 本地和外国银行的房地产行业的贷款的阻隔 以评估系统性的风险 根据路透社在8月18号的报道表示 中国监管机构调查银行的房地产贷款风险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作为评估的一部分 中国银保监会正在研究银行对开发商的贷款的账目藏口 以了解这些贷款决策是否符合规定 两名消息人士表示 最新监管调查的目的是衡量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持续的房地产行业动荡对金融系统的风险 目前尚不清楚 监管机构在调查之后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中国的银保监会没有回应相关的置评的请求 路透社还表示 由于此事的敏感性 所有的消息人士都不具名 另外该信息还表示 此举出台之际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努力的稳定 占经济四分之一的房地产行业 此前开发商出现了一系列的违约 导致了房屋销售下滑 调查也凸显了北京在鼓励银行向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提供新的贷款的同时 管理贷款风险方面面临的挑战 而根据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今年六月底的时候 房地产贷款占到了中国银行业信贷总额的25.7% 上半年末银行业未偿还的贷款总额为人民币206万亿元 尽管中资银行对本地开发商和购房者的敞口最大 但是汇丰控股还有渣打银行等些外国银行也向房地产公司提供了贷款 在大量购房者威胁要停止为停滞的房地产项目支付抵押贷款之后 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账务危机在最近几个星期恶化 加剧了已经打击经济并且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危机 第三位银行业的消息是表示 因保健会还要求一些开发商提供其现金头寸和偿还债务资金来源的详细信息 该调查不同于监管机构要求银行进行的例行自我报告 两名消息是表示 调查非常的详细 正在多次的联系贷款的官员 有时需要数周的时间 以获取有关向特定开发商贷款的额外的文件 路特社表示 抵押贷款违约的增加给银行和开发商带来了风险 而另外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表示 中国多地在动员公务员买房救市 引发了舆论的哗然 文章说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危机四伏 让长期依赖土地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也受到了影响 为了拯救房市 中国的多个地方政府发起了公务员多买房的动员令 引发了舆论批评是简直胡闹 文章说中国政府近日推动了一系列的政策 希望解决中国第一枚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而中国当局的政策在短期之内尚未见到具体成效之际 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努力的推出政策救市 这回把脑筋动到了自己人的身上 鼓励公务员多多的买房 网上近来有一段视频流传 是中国湖南省常德市的石门县的县委领导 在8月16号的石门县房产交易会开幕典礼时就说道 希望在今天的会上 各位同志各位领导要带头购房 买了一套买两套 买了两套 买三套 买了三套 买四套 此外中国四线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同一天 也发布了关于共创房地产行业繁荣的倡议书 内容就提到广大公职人员要积极响应 带头抵制安置房违规交易 发动身边的亲友以实际行动参与到购房活动当中来 携手推进四线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官方连公务员的亲友也不放过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想靠鼓励公务员来买房旧事 也引发了网友的嘲讽 不少的网友批评四线官方的倡议书根本就是胡闹 还有人质疑 纸上谈兵是站着说话不腰疼